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在看诊台的部分 第一位是全台最年轻 最帅气的独理教授 周明威 教授好 宣平好 大家好 另外是帮大家顾好肠胃的专家 陈炳贤医师 陈医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这一位营养是很特别 她自己也喜欢喝珍珠奶茶 Angela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再来我们再看看问诊区的部分 三位美女 她们各自有不同的生活形态 首先第一位是超会精打细算的省钱达人 小柯 陈炳姐好 大家好 我是小柯 另外这一位是超美的前空姐 她住在家里吃家里的 西元 陈炳姐好 我很幸福 另外这一位是我们新生代的艺人 小恩 小恩好 陈炳姐好 大家好 小恩她平常就是租房在外面 所以比较辛苦一点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什么呢 刚也讲到如果说有些习以为常的小事 你不注意的话恐怕会变成大病 接着我们就要透过情境剧 大家来看看今天的危险健康杀神 子豪是个性不拘小节的上班族 总是为了省时间 常常把冰在家里两三天的隔夜便当 带到公司当午餐 小李 吃饭了 小李 这是你的吗 谢谢 没日没夜的加班人生 子豪动不动就吃这种放了两三天的隔夜菜 而且每次都是随便加热一下 这样对吗 这样有热吗 里面还是凉的吧 没关系 没什么时间 就跟你说还没热吧 没关系 这禮拜六要不然我们再打电动 好像可以 来了 我刚刚先打了 这天两人打电动打得非常开心 但小李似乎有点不大对劲 一直咳不停 在同一个密闭空间里 感觉小李肺都快咳出来了 但两人却都没戴口罩 这样对吗 隔天午餐 子豪又吃了两天前买的隔夜便当 下午走出会议室突然有状况 你还好吧 你不送医院啊 你还没事啊 子豪陆续出现了胃痛 肚子痛 而且还一直上吐下泻 以为是吃坏了肚子 但万万没想到 这其实是病魔敲响的第一季警钟 休息两天后 子豪觉得身体似乎好很多 但没想到这时候 又突然发生了小意外 啊 生锈的美工刀 就在子豪手上画出一道 深深的伤口 不过他竟随便抽了张卫生纸 按了按 觉得伤口不是太大 子豪放着不打算处理 但这样对吗 下班前肚子突然痛到无法忍受 子豪急忙冲进厕所 一阵狂吐猛拉 人几乎就要虚脱 折腾了一天 回到家子豪倒头就睡 睡到了半夜 他突然开始发烧 子豪觉得自己头昏脑胀 昏昏沉沉 强撑着身子叫车去医院 但没想到一道急诊 血压开始下降 没过多久 子豪就陷入昏迷 随子豪后来 医生诊断的结果是 败血性休克 观众朋友刚刚有没有仔细看 他其实有几个重要的NG行为 但这些行为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 都觉得不以为意 那我们接着呢 我们就要请问诊区的三位来宾 来猜猜看 他到底是做错了什么事 为什么会导致败血性休克这么可怕 来小COL 我觉得ABC都错了 ABC都有 每一个行为都是错误的决定 每个行为都不可以 不对 因为你看看A是隔夜冷便当 未加热完全 第二个是密闭空间咳嗽 没戴口罩 第三个是伤口没有及时处理 所以ABC都有 就是这三个加起来造成的致命关键 OK OK 好那C元呢 我觉得是C耶 C是C伤口没有及时处理 因为它最后的那个 我觉得最后这个伤口没有及时处理 这个蛮严重的 我也觉得是C 因为它好像那个美工刀刮到水 对 然后败血性休克好像跟这比较关系 感觉跟这个有关 对对对 好来 小恩 我觉得是A 你觉得是A 我决定要严正抗议他便当没有加热这件事情 真的假的 对啊 因为没加热他怎么吃得下去 如果是我就吃不下去 那根本不能吃啊 你是因为觉得好不好吃吗 根本就不好吃 你还吃那你是一定要生病的啦 所以到底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 其实像我也有朋友 买了汉堡之后隔一个晚上 他根本就没有热 就把它放在那边 第二天早上继续吃 好所以这样是OK的吗 我们接着要请教授来帮我们解答 到底致命的关键是在哪里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啦 当然这一定有优先顺序 对 对 轻重环节 但是我觉得真正答对的人应该是小空 是不是 因为你看 我也是这样吃也没事啊 而且到处咳嗽我也没事啊 然后三口我也有话过我也没事 但是就是一起发生才有事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个这个是什么 对 这个就是隔夜菜放大一千倍就这样哦 观众朋友 这个是细菌吗 对啊 这上面放大一千倍 就是一大堆万头砖 我们看起来很恶心 其实真的蛮恶心的 这个就是第一个 我们刚刚所讲的 隔夜菜如果没有加热完全的话 它刚好就会停来 停在这个细菌最喜欢的温度 就是六七十度 那个时候就刚好细菌就是 大家开始蓬勃发展嘛 但你刚刚讲了一个重点 就是温度 到底是几度特别容易滋生细菌呢 其实温度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 介于七度到六十度之间 哇 这个叫做危险温度带啊 平常微波对不对 通常我们都会知道说 你买这个东西 它微波会告诉你说 你要微波两分钟啊 三分钟 但如果很多人就是赶时间 我只微波三十秒 只要微微的热就可以的话 他觉得他可以接受 但是不好意思哦 细菌不能接受 细菌它就是会特别喜欢 活在这个地方 对 可是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们以前不是都被教导说 隔夜菜的 就是说我们有些食物 吃了以后 就是还有些剩嘛 然后剩的东西 我们就是要放在外面 等它凉了以后 再没剩 而且七到六十度 那热你觉得太大了吧 对 所以说它现在几度啊 而且我们都会放到外面吧 是啊 而且等到它冷了之后 再来放到冰箱 对啊 而且以前 以前阿嬷都会讲说 如果热的东西放冰箱 冰箱会坏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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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样吗 这些其实大家讲的都对哦 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这个空间的 这个温度来说的话 如果它停留在这个空间里面太久 细菌就会开始长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把它放冰箱的时候 就是可以加速它通过这个温度 从高温 然后马上的降到这个地方来 这样子细菌 这个停留的时间 生长的时间 才会大幅度的缩折 所以那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放在外面 那可能要放八个小时 它才会凉 然后这个时间就很久 所以直接把它赶快的冰到冰箱去的话 就可以缩短这个时间 而且外面放在外面还会有一个问题 因为空气中很多细菌 所以你如果就这样放着 你没有钙的话不好意思 细菌就继续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你吃的其实可能就等于是你原来的 可能三倍四倍五倍的这种细菌 所以我们大家都搞错了 所以我们可以热腾腾的就把东西往冰箱放 这样是OK吗 当然我们不会热腾腾 因为太素 对 我们找合理的判断的话 就是我们吃完 对不对 我们还有剩嘛 对对对 那这时候其实菜温度其实也都凉了啦 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放进冰箱 包起来放进冰箱 其实就好了 是 那教授我问一下 因为我常常有时候去买个什么 面啊 面线啊 买回来以后啊 他就等半天还不凉 后来我就想说我先去睡觉 然后结果等到第二天早上 我忽然赫然发现 没有面线还在 我就赶快把它冰到冰箱去 那OK吗 其实不建议啦 不建议 还是说你那个面线有盖起来 有啦 有盖起来 就还好 那记得要吃的时候呢 完全的加热 一定要煮到滚再吃 但是我还有个问题 因为像我发现我婆婆 她有时候吃隔夜菜的时候 她都直接从冰箱拿出来 完全没有加热也可以嘛 对 那可不可以 她如果是冷盘的话 就不需要加热了 但是她是热菜 只是前天吃的时候是热菜 但是呢隔天之后 我发现她端出来 她直接吃冷菜耶 为什么啊 我不知道 我说都不用加热吗 她说不用啊 就这样忍得吃 但我就一直很怀疑 这样子是OK 就像有些人披萨 披萨她觉得冷的我也OK啊 米莎 炸鸡我觉得OK啊 不OK 因为冰箱里面呢 如果说我们就这样拿出来的话 它还是会有一些细菌 那特别是一些冰箱里面的细菌 就是里斯特氏菌这种东西 所以你这种吃到身体里面的话 就是拜血性休克的 那个几率就会大增了 所以是不是身体免疫力不好 如果又常吃隔夜菜 就真的会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没错 好所以在这边也要告诉大家 你这个热存的温度是需要比60度要更热的 然后冷藏的话是要比7度要来的低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非常重要 好谢谢教授 好所以呢 我们看到这个隔夜菜 很多人都有个观念说 我前一天这个热热的菜 要把它放到冷了以后 再放到冰箱里面 但其实是错的 因为你就让它滋生更多更多的细菌 要立刻把它冰到冰箱里面去 好那我们接着呢 也来看看 很多人都说这个年菜 是年年有余嘛 对不对 但其实呢 如果说你隔夜菜也这样留的话 你就是年年有毒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 医师我有问题 好其实隔夜菜 隔夜菜真的很不罕见 我们在现场三位来宾 都有很多的隔夜菜噩梦 对不对 好那小抗先讲一下 小抗是跟婆婆一起住 对我跟婆婆一起住 然后其实我觉得 现在我们家里的隔夜菜 其实都抓得蛮精准的 所以隔夜菜会比较少 但是唯一有一个就是 年夜菜放很久 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刚结婚 第一年第二年的时候 第一年结婚的时候 我才发现我老公家族的人 真的还蛮多的 因为会有很多的亲戚来家里吃饭 然后大朋友小朋友这样加起来 大概有十几块要二十个人 有好多人 很多人 所以你知道那准备起来 就是东西真的很多 而且你知道年夜菜不能只是几道菜啊 那感觉就没有围炉的感觉 然后再加上亲戚来的时候 可能这一个这户人家 可能他就多准备了海鲜 然后比如说我妈妈呢 又帮我多准备了羹汤 然后叫我带回娘 就是我跟婆婆一起吃 那我婆婆呢 就会煮很多 然后加上因为要拜拜 拜拜有拜祖先啊 拜神明啊 你知道那一整桌加起来 大概也就是二十个人 超蓬勃的 而且那不是只有一道汤 你会有萝卜排骨汤 然后呢你可能还会有佛跳墙 对对对对 再来呢就还会有羹汤 你知道吗 什么鱼是羹啊 对就是三种汤 然后根本就吃不完 而且我发现大家的食量 其实真的没有很多 对对 你大概吃个一口两口 每一道菜这样就饱了 没有啊 那是给祖先吃的啦 那不是要给我们吃完的 那是给祖先吃完的 那后来怎么办 后来其实就是我发现大家就是 就是团 年夜饭结束之后他们要回家 但是每个人都说 他可能过年他要去哪里玩 有的人要去哪里玩 所以他全部都不带回去 对对对 全部都放在我们家 然后全部 因为我们冰箱又小 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再放回去的时候 整个冰箱又是满的 而且你知道初一到初四 每天又要拜拜 然后又每天又加菜 我吃到快腻了 对 然后我们家初一十五又吃素 你知道吗 大年初一又吃素 那刚好拜拜 以前有拜素菜 我们又吃素 那就这样 零零种种这样吃完之后 我发现了 那一个年夜菜 我大概吃了八天 已经过了年了 好久喔 它没有酸掉吗 就是因为那个重复加热 你知道那个汤 尤其是羹汤 那个重复加热 还有佛跳墙 那个味道你会觉得 这到底是里面的一些菜的味道 还是醋的味道 你就会有点搞不太清楚 反正肚子不痛都还好 对对对 可是后来我就跟我婆讲说 真的不要准备这么多 而且我们拜祖先拜神明 大家都是一起拜 所以可以大家分摊一下 所以我就说 你不要再把菜留下来 再来就是因为 素菜的部分 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 以下的吃完 那初一吃不完会冰在冷冻 初十五 等十五的时候再吃 那快两个礼拜 所以我就觉得很困劳 这个年夜菜的那种隔夜菜 一直滚一直滚 我不知道这样是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那钱医师像刚刚教授讲说 我们加热 对不对 那像他这样重复加热八天 甚至是 就是放两个礼拜以后再来加热 OK吗 其实冰箱是一个很重要的发明 因为在十八世纪出入的时候 冰箱才被发明出来 十八世纪 那到十九二十世纪的时候 才开始普及 那普及之后 这个胃癌的 以前欧美的第一大癌症是胃癌 自从冰箱普及之后 它在三十年间下降了百分之五十 所以冰箱其实是很重要的事 那我们现在讲说 我们这些食物到底这样保存有没有问题 其实我们要先讲 第一个 食物放在冰箱之后 假设保存不当会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急性的 就是我们里面吃东西的时候会有细菌 那细菌如果滋生的时候 你拿出来没有加热 东西可能没有坏掉 食物还没有腐败 可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加热去杀菌的话 它吃下去可能会急性肠胃炎 这第一点 那第二点是 它东西已经坏 已经有点味道坏掉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加热再来吃呢 答案是不可以 不行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它毒素还在 你们 肉毒感觉我们都做美容的嘛 其实肉毒感觉就是 毒素在罐头肉里面是会产生的 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坏掉之后 如果你加热完之后 肉毒感觉还在 你吃了之后会中毒 会死亡 会解决的呼吸衰竭 这是第二个层次 那第三个层次呢 第三个层次 它可能不是肉毒感觉 它是其他细菌 它会产生硝酸原类的东西 结果细菌分解 这在肠器里面会致癌 我有个朋友 她婆婆就是那种很传统的妈妈 然后就很省 然后后来他们就是回去过节 然后过年的时候 大概两个礼拜之前 然后他们家的人就买了一锅 麻辣锅底回来吃 所以大家两个礼拜前就吃了 然后吃一吃没吃完 大家也忘了这件事 结果除系列的时候 这一锅又出现了 而且味道变得很淡 然后大家都觉得 这好像就是那个四层相似的味道 然后后来就有人就忍不住问说 那这个是上次吃的那个吗 就她那个妈妈就恼羞成怒 就说没有啦 我今天买的啦 你要不然不要吃好了啦 就会生气 可是后来大家就是默默把它吃完 然后我那个朋友还吃到 有那个咬一口的豆腐 所以我想问医生一下 像我自己也很喜欢吃麻辣锅 那我想说人家跟我说 咸的东西比较不会坏 所以我煮完了以后 因为还剩一些锅底嘛 我可能也没把它拿去冰 我就想说没关系 把放到明天 明天中午的时候再热来吃 可以这样子做吗 我这样可能最高纪录是三天吧 也太多天了 没有坏掉也是真的蛮厉害的 对对因为那时候就是出国回来 就是之前疫情的时候出国回来 然后隔离有没有 那时候没有生病可是隔离 然后我就叫了一大锅的麻辣锅 然后就这样吃 就OK了吗 医生都不敢说 医生都吓出我 我就就以健康的立场 我是觉得尽量不要这么说 第一个 我们如果这样做 就会出现几个刚才讲的问题 如果我们吃完之后再去冰 它细菌量其实已经变高了 细菌其实要在 像这种7度4度C的冷藏 其实细菌还是会繁殖 只是它速度会变慢 所以我把它放到外面根本就不行 就是其实是不建议的 这是个大NG 那小恩有什么故事小恩 听到你们讲的佛跳墙 那真的是非常的有感 为什么 过节就是地狱 为什么 这东西它会变成分子料理 就是基本上的你 比如说你一锅佛跳墙 然后接下来你过几天 你就会看到它里面的某些菜色 被挑出来 单独做成一盘 然后再过几天又有一盘 什么一盘鸟蛋啦 芋头啦 从里面一直挑食才出来 那东西是无限繁殖的 你知道吗 超级可怕 那吃不完 那吃不完 我会觉得怎么那一锅一直在生东西 而且你要丢掉 长伴会生气 真的 他们会觉得说你就是要浪费 这么浪费 尤其是过年嘛 过年他们觉得要年年有余嘛 一定要胜脆 我觉得那里面可能有什么醍醐味 他很喜欢这样子 这吃起来会 我这部分我很想问一下教授 因为有的人就说 东西只要冷冻啊 就永远不会坏 是真的吗 冷冻 冷冻起来就好了 冷冻是永远不会坏 这件事情应该是错的啦 因为其实我们在实验室里面 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这种蛋白质的东西 因为我们吃的食物肉类 其实蛋白质嘛 我们其实我们观察到 这个蛋白质 它在冰箱里面 这种负二十的这种冰箱 大概停大概三到六个月吧 它就会变质 它就会开始坏掉 对 就我们去用一些仪器去检测的时候 发现它的纯度 就是它的那个东西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所以言下之意就是说 我们虽然把这个肉 对不对 或者是我们吃过的东西 把它放到冰库里面去 外表看起来是不会有任何的改变的 但实际上当你去吃的时候 你第一个就是营养成分就下降了嘛 因为开始就越来越糟嘛 然后第二个就是呢 你的口感可能就变得这样柴柴的 其实这个 我以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也是一样 为了要省钱 然后我们就很多东西买很多 对 就是趁特价的时候去买很多 然后就把它冰在冰库里面 然后结果呢 就是真的这冰了三个月到六个月 然后我们就 好像翻翻翻 看到有这个东西 我们就拿出来 包括青菜也是啦 就拿出来 就青菜吃起来怎么样呢 它的纤维质久了以后 它会 纤维质原来是长长的 它会断掉 那我要问一下Angela Angela是营养师嘛 所以你家里的冰箱啊 应该就很正常吧 你们应该就不会吃什么 隔夜菜这些吧 我不需讲一下 营养师的妈妈 也是一般妈妈 因为我比较没有办法接受的是 我妈妈她真的会整盘没有吃完的菜 她原盘放进去冰 连保鲜膜都没有封 这个我想问一下 因为我也没有在包保鲜膜 为什么要包保鲜膜啊 我一直有这个疑问 其实保鲜膜的意思就是说 帮我们把这个外界的这个 比如说病菌把它合开嘛 因为到冰箱里面 它其实还是会有里斯特氏菌 或者其他的黴菌残留在冰箱里面 那个冰箱味道会很可怕 所以菌菌姐你都不包保鲜膜 我不知道耶 因为我会觉得把它放进去 所以你妈也是这样 我妈也会这样 像我之前遇到一个个案 她是个女生 她很常拉肚子 然后她以为是体质 因为她姐姐也很常拉肚子 然后结果有一次 她们将冰箱坏掉 坏掉东西要拿出来整理嘛 他们就帮忙整理 不整理还好 一整理一年前的汤圆还在 不知道放多种的肉粽还在 他们吓到你知道吗 我就跟她说这样你们有可能是 所谓的刚刚医师有讲到嘛 就是东西的关系 所谓的那种冰箱性腹泻 就是你东西可能乱放啊 过期啊 持续去导致你吃了很多病 你都不知道 所以有可能是这样子 所以没想到营养师的妈妈 也是跟我们一般妈妈 也是一样的 大家都有一样的这个劲头 刚刚讲到说 在这个影片当中 这个子豪呢 他就是吃隔夜菜又不加热 后来是败血性休克 败血症到底有多可怕 败血症 其实我们今天讲简单的定义 就是有一个局部的感染 一个外部感染 不管是细菌 黴菌 病毒 或立刻自己 只要是维生物导致我们的感染 再加上一个严重的发炎反应 它就是败血症 那败血症如果又合并 血要下降是败血性休克 它死亡率就可以高 高达25%到30%以上 如果加上器官衰 两个器官衰竭就50% 三个四个的话 就7%8%死亡率 那全世界很多人都是因为 败血症而死亡的 可是这样讲可能 还是不够贴近事实 我要举个最短的例子 古代不是很多名人都会死掉 就是说曹操儿子曹皮 他就感染了风寒咳嗽 没多久 他就觉得治愈越来越不好 这时候他就开始写遗照 他是怎么死的 他其实就败血症死亡 他就是肺炎 这个也好快 他就很单纯就会肺炎 大家就说 黄帝在比较体弱 那武将会不会得病 其实三国时代猛将张辽 他就被剑射到 射到之后他也没马上死 过一阵子之后 金疮复发 大家常常说剧情 说武将金疮复发就死掉 为什么 他就是被剑射到之后 里面产生了感染 到最后败血症死掉 原来都是这样 这些都败血症 那个因为演艺圈 好像也有一些人得过败血症 其实之前就是 很久以前都有一些新闻 像孙岳叔叔 他也是会败血症走 但是其实他有一个就是 宇文 何宇文 对宇文姐 他有在节目上分享过 因为有时候 我觉得这是一个职业伤害 因为有时候 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 当然就是要戏剧效果 那其实有一个关卡 就是要吞生鸡蛋 然后他就被拱 就是要吞 他跟我们讲说 他吞了20颗 怎么可能 他那一天怎么了 对 因为他吞生鸡蛋 就是那个效果就很好 所以制作单位就准备了20颗 他就是叫他猛症 好可怜 所以我光是又想的 我就觉得哇塞 我觉得三颗就已经很恶心 他吞了20颗 那他吞完之后 他说他又开始腹泻 对 然后去看医生的时候 他差点就是败血症 我不知道是不是吞生鸡蛋 会有败血症的问题 还是他免疫力那时候刚好不好 生鸡蛋基本上不建议这样吞的原因 是因为 他其实本身是会含有细菌的 沙门式感菌 所以基本上这样吞生鸡蛋是非常危险 所以为什么特别老人跟特别小的小朋友 会不建议吃生鸡蛋 原因是因为这两个人 他抵抗力比较弱的时候 只要抵抗力比较差的时候 吞了这些生鸡蛋 就容易会产生败血症的问题 是真的吗 所以刚才一开始影片节目里面 他又吐又拉 他其实就是一个肠胃感染 细菌感染 然后产生败血症休克的问题 败血症诊断几个关键字 也帮我们说明一下 第一个我们讲 除了刚才讲吃不吃得下 其实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我们讲到生命的迹象 生命迹象第一个就是 血压 体温 心跳跟呼吸 这三个是生命迹象 就是说如果有严重问题 我们就会看它有没有发烧 第一个心跳有没有加速 第一个呼吸有没有增加 第二个就是说 刚才讲已经神志不清了 这已经包含在里面 最后一个就是说 他例如说感染的位置 例如说不管是 它是丰富性组织炎 或者是它是肺炎咳嗽 咳得很厉害 痰变的很多 或肠胃炎拉得很厉害 都有可能是因为败血症 所导致的神症症 谢谢谢谢医师 问题是还是有很多东西 大家会觉得 这个保存的部分 好像还可以 就把它放在冰箱里面 所以家里面大部分的人 都有一个所谓的妈妈牌冰箱 那但是这个冰箱 到底是不是NG的呢 你在清冰箱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事情呢 好我们就来看看 今天的身体警示灯 好今天我们要测的不是身体 我们要赤裸裸的 来看一下大家 家里面的 冰箱 妈妈牌观众朋友 你也可以看一下你的冰箱 好首先第一张 猜猜看谁的冰箱 这冰箱很干净 真的吗 还行 看起来排列蛮整齐的 其实我跟你讲 这是我的冰箱 它真的吗 它真的很干净 但是你们有没有注意看到 我里面放的都是辣椒 对 对 我明姐喜欢吃辣猫 超爱辣 然后所以我家 大概有20瓶的辣椒 后面还有很多天冰天降 在后面没看到 但其实就大概有20瓶 然后我都一直觉得说 辣椒应该永远不会坏吧 所以有很多是好多年前的 但我又觉得也还是 好像吃也不会怎样 我又要冰在那边 我有问题 教授先讲一下 管讲一下 我有问题 那一罐那么大的奶油 是什么回事 这个我也不知道放多久 这是昨天拍的 反正就是各式各样的辣椒 我都有 然后因为我不太煮饭 所以我可能就会教一些 什么外卖的 然后我就加各种的辣椒 就是辣椒是我最爱 我家大部分都是辣椒酱 占据了我的冰箱 那Angela 我想问一下 像我辣椒 这个东西 因为很多人说可以放很久 所以我放再久都没关系 我先讲一下 我觉得还不错 至少你感觉是有分门别类放一下 应该是吧 只有辣椒 只有辣椒 只有整理一下 东西乱放乱焦点 但是我必须说 这上面可能有一点点满 它的那个冷时环效果 冰的程度 那个保冷效果 就没有这么好 那那个辣椒还是有期限的啦 还是 就是过期还是要注意一下 还是要整理一下下 那我把冰箱的那个温度 调低一点是不是就可以 一样一样 因为它如果它那个塞很满 我们都建议冰箱可以的话 最好不要超过七到八分满 是 那个效果会被打折口 保冷的效果也没有这么好 当然东西一定是会有期限 对 那个要稍微注意 好 那我们来看看来宾的冰箱 好 三位的生活形态不一样 好 一位刚刚小CALL我们讲说 她是跟婆婆一起住 没错 然后第二位西元是住在自己家里面 超幸福 然后第三位小恩是在外面租房子嘛 好 我们也给大家看看他们的冰箱 很喜欢喝饮料 对 超多 超多饮料 超多饮料 放隔夜看会变怎么样 他就放比如说咖啡牛奶 他放隔夜之后 那个菌变增加八千六百倍 可大家看东西 塑胶袋 像我也是常会这样 就是外面买 我会直接把它丢进去 但是有人就说 你干嘛把塑胶袋也冰在里面啊 我觉得塑胶袋 这外面的塑胶袋 一定不知道干不干净 对 那很多人想说 哎呀我东西有装塑胶袋 我就是做好食物管理 但没有 好那再来就是家里排冰箱 西里加的 我这看起来应该很OK吧 你看该封的封 然后都有分类 然后也只有大概六分七分满 大概OK吧 而且还有保鲜膜啊 对啊 我这个真的是可以 我这个真的是妈妈弄的 拍广告用 对 拍广告用 不能再满了 但是我觉得很棒都有风起来 可是这个感觉是 好像可以是熟食吧 感觉是熟食 是熟食的 汤啊什么 对 但它有风起来 对有风起来 但一般放冰箱 都会建议熟食要往上摆 然后伸得往下摆 所以这个可能要移一下 因为生食放上面 可能一些菌啊 汁啊 会流下来滴到下面 原来是这样啊 所以一般都熟上 伸下 天啊 我完全不知道 有这种熟乱丢 我们只要有空间就发 对啊 对啊 真的好可怕 我觉得你说太整个人 放进去 真的好可怕 你没有位置 真的 先洗再说 真的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就顶着 是 小Call家的冰箱 冰箱 到底长什么样啊 好 我们来看看 来看看 对啊 这起来很OK啊 很整齐啊 很整齐吧 这个是有点 too much 对 因为它是冷冻库 冷冻库 然后这边是冷藏 冷冻库永远都这样 你不觉得吗 对 一定要满满的 有煮菜真的会比较容易 它都要拿出来看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对对对 要喝一下 对 这个就我会觉得 这个冷冻库 就超过七到八成 这个我就真的比较不建议 太多 对啊 这个我刚刚说嘛 有风 有装弹子不代表有风 不代表有食物管理 OK哦 当然什么东西 种类有时候乱放 一定会交互感染 对 排列上种类上 稍微注意一下下 可以标示 这样东西比较好找啦 但标示完之后 就是翻来翻去 又乱了 又乱掉了 对啊 你可能 譬如说我原本有标示 那一栏里面就是肉类 但是你知道那肉类 就会不只一栏 然后就会开始 对对对 就会开始往上堆叠 这样就到这里 对对对对 以后都是一样啦 一样的情况 所以有一些东西 已经放很久了 对 我今天带了一个 就是放很久 而且在冰箱大概住了 15年的商品 什么都是 在哪里 他住在哪里啊 对对对 在这边这边这边 建民姐在这里这里 他在这边躺了15年 15年 就是他的家 八年抗战都快打过两遍了 还在那里 这是那个黑色的乌鱼籽 我可以摸摸看吗 可以可以的 血乌籽吧 应该乌鱼籽 传家之宝 对 传家之宝 就是要穿那个 我们下一代的 这个确定是放15年 才变黑吗 没有 它本身就是黑的 对 然后就放了15年 这不能吃了吧 这乌鱼籽 最好不要 其实我要说 它其实是有故事的 我们放的是一种回忆 对 对 就是一个节俭 就是因为这是我婆婆的 我婆婆的那个乌鱼籽 然后因为其实过年 很多很多亲戚朋友 都会送一些礼物啊 对啊 伴手 然后就会送那乌鱼籽 乌鱼籽 那其实它其实还有还蛮多种 不同的乌鱼籽 那唯一就留下这个黑色 比较贵的 因为有一次我在整理冰箱 我就觉得说 哎呀这个是什么什么 蚝蚝啊 对 然后我就把它丢了 但是我婆婆就会不太高兴 因为觉得这个很珍贵 但这个不能吃了啊 但是你丢了 做纪念 对 它就舍不得 然后呢 所以我就默默在把 虫垃圾桶拿起来 把它擦干净 然后把它放进去 是15年 所以你公公送她的病情里 她要把她表空起来才对 对 就是让她一直躺在那里 这样子 所以15年了 对15年 我也不知道吃起来口感好 谢谢 对啦 在15年 小朋友从生出来到高中 对快要成年 快要成年了 快要成年了 好那Angela 跟我们讲一下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 在冰箱里面保存食物 才是最正确的 好 其实大原则刚刚有讲到嘛 可以的话就是 熟上生下 对 干上湿下 干上湿下 干的菜跟汤汤水水的菜 干的 都不会流下去 对对对 聪明 就干上湿下 大原则是这样子 对 那我们刚刚都说 会冰隔夜菜 或者是有些人带便的 对 可以的话 煮好两个小时内 送入冰箱里面 因为刚刚医生有说嘛 危险温度带 对 对那俊会在里面开party 但是到底热腾腾的 可以收进去吗 其实不要到热腾腾 就是让它稍微降温 滚烫 对对 稍微到60度左右 60度大概就是 摸起来是热的 可是不会烫手 的温度就可以送进去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标准 因为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那难道每一个都在那边聊 对啊 就是摸起来 对 我可以摸 不会烫手 就赶快收进去 滚烫那种 就真的也不用这么热腾腾 所以这是两个小时的法则 好那再来就是 我刚刚有说嘛 冰箱可以的话 不要装 就是不要超过7到8分满啦 塞太满 这个冰箱的效果也不好 忍循环 这个冷藏温度保存 都会受影响 这个 这个我觉得要看 到底能不能放 我觉得要看一下 就是看你怎么使用 就是如果你的冰箱塞很满 或者是一直打开 我就不建议 可是因为现在的冰箱 有做过实验 就是里面的温度 跟门边的温度 大概差不多0.5度啦 所以倒还好 可是如果你都门都不关啦 东西塞很满 那个温度受影响 我就不建议 有很多的食物啊 它可能是有问题的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分辨呢 接下来是我们的单元 一直都搞错 一直都搞错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搞错啦 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们家里面这个食物 不知道还可不可以吃 尤其是肉 到底新不新鲜啊 因为你去买的时候 老板都跟你说很新鲜啊 那我们有没有什么 抓肉的方法 对 我们要知道说 这个肉啊 或者是这个食材 它到底新不新鲜的话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它里面的水分 含水量 还有它里面的这个通透性 到底好还是不好 意思就是说 它只要量够高的话 就代表说 它的这个口感 还有它新鲜度 是比较高的 有的时候是看颜色 然后变得黑黑的 觉得好像不新鲜 对 因为黑黑的 就代表说 它里面的这个含氧量 还有含水量 其实都是往下降 所以它通透性也低 所以它看起来就黑黑的 OK OK 好 那其实呢 这个这个叫做这个 这个测试笔 对 这个测试笔呢 它其实可以用来 侦测就是这个肉质啦 或者是这个蔬菜水果都可以 里面的这个含水量 新鲜度 我们来做实验 好 我们製作单位买了一块猪肉 不知道这新不新鲜啦 今天才买 今天买的吗 对 应该是今天才买的 看起来还蛮红的 还OK哦 那试试看啦 很简单就这样插进去 它里面的数字 跑出来是400多 400多是OK的吗 400多是非常非常OK的 所以数字越好 其实超过100以上 就算是OK的 OK 对 所以就代表说 这个肉是非常非常新鲜的一个肉 像这种肉的话 因为它平常会接触空气嘛 所以我们比较担心的 就是像比如说大肠杆菌 或金黄色葡萄酒菌 但另外一个比较危险的就是 像比如说这种 它是讨厌空气的 叫艳阳的细菌 这种细菌呢 它往往不会出现在 我们的这种肉类啦 这种开放式的 这种食材上面 像这种肉毒杆菌呢 它反而是出现在 这种密封包装里面的那种食材哦 对 所以像比如说 我们有时候去一些超市 它可能会买一些 比如说类似豆干 通常都密封嘛 对啊 觉得应该很OK啊 对 但是殊不知 如果说它的这个厂商 它里面这些豆干 这些食材在挑选的时候 它如果没有清洁干净的话 它就会有这种肉毒杆菌 谢谢 谢谢教授 好 其实在民间 我们有很多传说中的偏方嘛 接下来要请三位美女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不对 对 有很多大家都觉得 这到底是有没有科学根据 但觉得好像又有点 感觉上好像还蛮OK的 我来先分享好了 小柯先讲一下 民间传说的一个秘密武器 好不好 我就是大蒜 尬西瓜 对 什么 什么东西 对 大蒜除了吸血鬼会怕之外 也可以拿来杀菌 等一下 你是把它塞在西瓜里面 是是是 刮一个洞然后塞进去 就是有洞就把它放进去 然后这样子的原理 其实就是大蒜可以灭菌 所以你把它放在西瓜里面 这样子它就不容易滋生细菌 所以你这样吃起来的话 比较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你可以保鲜 然后你看我又封了一个保鲜膜 有没有 是不是很聪明 可是这个看起来会有优吧 而且这个西瓜吃起来一定会有大蒜的味道 不不 我跟你讲 因为大蒜没有把它拍打过 所以它味道其实不太那么浓 两位这真的OK吗 那可以保鲜吗 我们可以吃吃看 Angela 这真的是有点害怕 有点害怕 这个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到 对啊 民间床出啊 我真的第一次听到 对啊 这可以尬尬 理论上应该没有什么根据啦 理论上应该是没有 过天干的 而且蒜头这么小颗 你的西瓜这么大 没有要塞满 我可以乱 因为一个人整个故障 要塞满 你就把黑纸拿起来 然后摆成白纸 很可怕 而且我觉得这个理论 也可以用在任何的水果 比如说火龙果 你就塞火龙果 就是塞大蒜 只要是那么软的 可以往里面放 就往里面放 这样就可以 因为蒜味火龙果 对对对 蒜味火龙果 你看 两位医生都受不了了 我要说不得了 我要说不得了 为什么 因为水果理论上 你把它剖开来了 就是尽快要把它食用完嘛 那所以如果说 你还把大蒜塞进去的话 你这个西瓜 你打算要花多长的时间 就把它吃完啊 就是至少一个礼拜内啊 一个礼拜 对啊 因为有时候西瓜真的很大 吃不完 对吃不完 对啊 又寒 我们身体寒 没办法一下吃太多 那这样是不OK 不行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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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蒜头 其实本身它是 的确是可以杀 对啊 可是问题是 现在点是在这个地方 第一个 你没有把它拍碎 汁液没有出来 它这样没有传统的功能 对 但拍碎又很恶心 对 对 这第一个 第二是其实如果你需要塞蒜 这样塞蒜头 你不如一开始切西瓜的时候 那刀子先做消毒的动作 因为你切下去那时候 断面是最重要的 是 所以那个刀子很重要 对 就像处理生鱼片一样 它最重要是让它刀子一开始的清除 对 因为它一开始里面西瓜是无菌的 你切完之后 它才开始铺入去 所以如果你的刀子有消毒过之后 你切完之后赶快把它封口起来 其实就可以了 因为我觉得蒜头就像讲的 面积比例悬殊太大 我觉得遗憾上不大 好啦 关键朋友 所以这刀应该就不行 太破解了 那个不破解了 我要分享我的 我这个一定可以 我这个就是封印蝦子 蝦子你还想写 因为我觉得没有比我好 这个一定可以 原因是因为 今天那主题是做法是不是 做法吧 保鲜方法就是 蝦子你知道 因为用最原始的方法 就是蝦子不是活在水里吗 对 所以我们家从小到大 都是这样子保存蝦子的 它让蝦子会非常新鲜 就是你放了再久 它都一样新鲜 你会冰吗 真的吗 你会冰冷冻吗 还是放冷藏 放冷藏 放冷藏 放冷藏怎么拿出来 放冷藏不行吧 所以蝦子你就泡水放冷藏 泡水 就一般的水就可以 是冰水或水龙头都可以 这样OK吗 理论上保存蝦是 就大家都会放在盒子里 然后加一点水进去 可是是放冷冻 所以理论上你用这个 也没有不行 你就可以这样子放冷冻 好 可是 这怎么取冻啊 这怎么取冻啊 就是你要泡水解冻 就会变得麻烦 所以它其实理论上没有不行 但是第一个麻烦 第二个不好看 第三个你的瓶子 不知道干不干净 瓶子就是喝完水的瓶子啊 那就有口水 对啊 所以一般保存蝦 都是把蝦子放在保鲜盒里面 然后泡一点水 然后放冷冻 古代的坟墓他们说 干千年 湿万年 不干不湿 放半年 就是说在储存的时候 如果你是 你是干跟湿之间的话 是最容易腐败的 那如果你另外一方法 就是让它一直很干燥 它也可以储存很久 可是开始放千年而已 对 可是真正可以放 纯木 棺木可以放很久 都不会腐败 是湿的 为什么 因为你放了水之后 假如这个水 它是具有一定的消毒效果 例如说比较浓的水 叫盐 我们不是用盐去消毒吗 如果是加水叫盐漬 对 加入一定的浓度之后 它如果里面的吸菌量 是够低的 因为它会整个覆盖 在我们的所有食物上面 它其实是有某种程度的抑制效果 所以你觉得是还OK 所以这是理论上 就逻辑上是很可能的 不是 但是我觉得逻辑上 还是冷冻最好 对 冷冻最好 因为你这样的存放 为什么你都是用自来水 几乎都是用自来水 因为自来水里面有677 有某种程度的消毒 可是实际上 因为现在冷冻射配胎 我觉得冷冻的效果还是最好 是 那小恩 你有什么偏方 把我这边看 太棒了 我的是高丽菜 就是阿嬷教的 高丽菜要插牙签 插牙签 插牙签 为什么还要三支 三支是麦菜 你就嚇嚇它 它就不会坏掉 没有啊 没有 他们说让它有气孔 然后它就可以保鲜比较久 这个感觉也很像做法 真的好像插牙筋 这个一定不行 通常是短的啦 没有那么大支 它就太像人了啦 但是真的不像是拜拜吗 对 它好像有断牙签 断牙签 然后它但是他们说 可以让它保存比较久 就是比平常保存更久 怎么会 这有可能吗 怎么可能 它会被空气流通 非常疑惑的你 非常疑惑 我先讲一下逻辑上 逻辑上就是因为 有看过有人把高丽菜 把中间新挖掉保存吗 有 这个插的作用 我逻辑上应该是把它 就是给它让它有伤 受伤 让它有伤口 那那个心受伤之后 它就可以稍微阻断生长 它就不会长这么快 然后就不会老得这么快 不会那么快熟 但是你插进去之后 也要包好 然后包好密封 所以它还要再包东西 就是要包密封好 然后可以放得比较多 所以可以插几根牙签 然后把它密封好 我是没试过啦 在逻辑上感觉就是 因为它还会 就是摘下来后 它还会继续生长 高丽菜这种 它会继续生长 所以要阻断它的意思 不了法 谢谢 谢谢三位美女 请回座 但是到底有哪些 是真的很实用 又正确的知识 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 我就用桌上这几道菜 来讲一下好了 就是 我先讲一下鸡蛋 鸡蛋 大家应该知道买回去 不要洗吧 对 不要马上洗 不是我们都买洗卷蛋 这个就没关系 吃之前洗 可是如果有些人 像妈妈们 他们还是会买散蛋 就是外面还会沾一点 对 沾一点有的 没有的 这个回去呢 就把干部 或是纸巾先擦干 擦掉 不要洗 不用洗 吃之前都 还没煮之前都不要洗 冰之前都不要洗 可是那冰箱上面会很脏 所以要先擦 擦过就好了 对对对 把上面一些脏的东西 粉层先擦掉 如果是买 不是洗卷蛋的话 擦掉之后 你待会去冰 倒过来冰 然后冰 要吃之前再洗洗 然后再去 如果先洗 会怎么样 因为它蛋壳上面有这个气孔 那你水进去 它会缩短它的保存期限 还在呼吸 对对对对 所以就擦干净 然后倒着放着就可以 然后我这边看到马铃薯 对马铃薯 马铃薯切块 因为马铃薯大家都知道 发芽就不能吃了嘛 对对对对 那这个呢 假设大家买很多 买回家 然后又吃不完的话 我自己的话 会把它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削皮 然后切成你要的形状 块状或条状 之后我会泡一点醋水 醋水 泡一下 然后把它洗一下 把这个淀粉值洗掉 然后接着拿起来沥干 然后放在保鲜盒 或者是那个保冷 那个袋子里 那个保鲜袋 然后就可以放冷冻 大概可以最多 可以再多放一个月 那我们可以试看 好好的 对 大家可以试看看 要把食物好好的保鲜 那在网路上面 其实有很多很多 大家推荐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很好用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试试看 先请小恩来推荐一下 好 我要推荐的是这个 就是一次性的保鲜膜套 这是玉帽吗 这个玉帽吗 没有 它真的是保鲜膜 它是 它上面啦 网络上写是PE食品级的 然后所以你可以就这样 你就把它这样套起来 套起来 你说每个食物都很方便 对啊 你看你这样就不用 就是如果有什么蚊子 它们都不会用到 对 这感觉很方便 对啊 感觉是很方便 然后如果就是 因为我觉得它弹性 其实还不错 那如果万一你今天就是 食物吃完 然后你要染头发 你也可以套在头发 你知道活用 你知道这东西可以活用 因为用完好几次了 对啊 而且这很不错啊 这可以活用的 对对对 那Angela觉得 它是一次性的 它是一次性的 所以你用完就可以丢掉 对 那用来染法 对对对 一次性的还好 不要重复使用 对 不要重复使用就好 好那再来 我的这个食物加盖 今天一整天下来 都在讲食物要保鲜嘛 对 我这个超厉害 它任何东西都可以盖 你就是譬如说你 我们现在吃完东西嘛 对我们就随手 就这样盖起来 就可以达到保鲜效果 然后它最厉害的是 它竟然可以微波 它可以微波 净微波炉 这感觉也很轻耶 对啊 它很厉害 它上面那个透气孔 你知道 它是可以这样子转的 就是如果你要加热的时候 你就把它转到 那个透气的孔上面 然后你要保鲜的时候 放冰箱 放桌上 你就把它孔关起来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最厉害的是 你知道像我奶油锁嘛 就是 就是我觉得东西 就会这样掉了你知道吗 我好需要 我就是这床涮子啊 然后你知道 我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你知道这个很适合我 就是因为它怎么摔都不会破 摔不破 它摔也是因为爬不进去 爬不进去啊 对 然后虫困 南部有时候有蛇 有蟑螂 老鼠 蛇都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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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会跑进去这样 那Angel觉得怎么样 就一样是可以 暂时性的这样子盖住 可是如果隔两个小时 那还是要冰起来 该冰的还是要冰 该冰的还是要冰 可是微波很方便 真的很微波很方便 好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常常有时候 集点啊 不是人家就送些什么盒子 对啊 手里超度的 可是这个到底要怎么选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我们在看到 很多人推荐的好物 这个审物 然后我刚刚在看的时候 我想说 这个可以用来微波吗 因为感觉 它是不锈钢 但是其实不锈钢的 那一般 对 因为大家拿不锈钢 都会害怕说 不能进微波 可是它这个 因为它有特殊涂层 可是它大概微波五分钟以内 但是你不要太久的话 是OK的 但我觉得不锈钢 有个好处 因为这个玻璃 大家怕冰冷冻 会怕它裂 或怎么样 可是这个就是可以进冷冻 而且我觉得这个有好处 就是它很轻 你拿拿看 而且它也很漂亮 对啊 它看起来很重 结果其实很轻 对 我刚刚也觉得它很重 它上面有特殊涂料 但是我们用久了之后 特殊涂料 如果剥落的话 还可以再继续 它其实就是 不要裸露 那个不锈钢的那个颜色 因为那个金属会反 所以它只是包起来 这样子而已 所以这样还好 因为它里面不锈钢 刚出来 它的微波会 很可怕 我真的觉得这个很好看 微波都打开 都是脏的 对 我觉得很需要 而且它就不会太重 因为有时候真的 我觉得东西很重 对 然后你又加了一些什么 汤汤水水放在里面 真的是超重 对不对 而且它这个扣起来 它是四个蜜蜂蜂蜂蜂 很好 对 有的是两个 四个 完整的保鲜 而且它是不是比较深一点 而且我觉得就是放保鲜蜂 有个好处 你进冰箱你是可以交叠的 对 交叠 一般你包保鲜蜂蜂蜂 那我都不建议叠在一起 所以这是放冰箱就很方便 收纳的很方便 对 这真的很方便 而且它比较深的话 有一些什么 你的汤汤水水 就不会倒出来 对 很容易 你都就浪远开 从味道也不会出来 哎呦 真的 那另外这个的话 我觉得这个好像也不错 这是玻璃的 玻璃其实我就会建议 因为如果那种比较油的料理 那种我觉得塑胶就不建议 因为很难洗 我觉得建议 再来就是它会融出一些不好的东西 是因为这样子哦 因为它油脂会融一些 假设那个塑胶没有这么好 可是玻璃是相对安全 所以一般我都会建议你要用 就买玻璃的 然后再来就是 因为玻璃还是要看啦 有的耐热度没有这么高 因为像很多人 直接进烤箱 直接进气炸锅 对 你要挑选那种耐热的玻璃 耐热的玻璃就可以直接进气炸锅 或是直接进烤箱 它是越厚的就越耐热吗 不是 它会特别标准 我一直以为是这样子 它特殊台子的玻璃 所以还是要看它的成分标准 对 它会写它耐热 有的会写它是耐热玻璃 有的会写它可以耐热到四百度 四百度烤箱 这样OK耶 那小Q你会想要买像这样子的保鲜盒吗 我觉得保鲜盒蛮好用的 对 但我觉得西元的那盖子也不错 我这个盖子是怎么样 对 也不错 因为有时候那个放在微波炉 会喷得到处都是要清理 真的 就有个盖子也不会喷得出不懂 而且它盖各种汤都可以 对 对 所以你很喜欢这个 但我是觉得这个也很不错 因为它看起来就是干干净净 而且它旁边你就可以看到 里面有什么东西 对 就好像什么东西都很好吃 代便单很好吃 对 就是大家可以各自选择 而且你看它这个堆叠 就刚刚Angela有讲 对 就它叠在一起的时候 就 可以多冰一些 一目了然 在那个杂志上面的冰箱 都是用这样子的 那是还没使用过的冰箱 还没使用过的冰箱 我回去好好的大清掃一下 然后 蛾叶菜最好不要吃 加热的方式 食物保鲜的方式 都非常的要紧 要封好 对 你要把它封好 那而且你这个汤汤水水的 不是说你一再一再加热就可以吃 要小心对不对 要不然的话严重恐怕引发 什么败血性的热 真的 健康很重要 很可怕了 好 所以这边还是提醒大家 婆婆妈妈们还有现场来宾 我们回家要记得一件事 就是清冰箱 好 其实清冰箱很重要 跟感情一样都要断水梨 断水梨 有时候不行的话 就都要丢掉了 是不是 好 今天谢谢大家 谢谢观众朋友 谢谢